在抗日战争时期 我国有一支远赴缅甸作战的军队 中国远征军 1945年3月的一天 新一军201团攻克了日军死守的小城拉因宫 还俘虏了十几个日军 其中有一名隋军女护士名叫大公敬子 当时还不到20岁 后来军队要处决这些俘虏师 上尉连长刘运达恳求团长饶了大公敬子一命 而生性善良的大公敬子 本来就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充满厌恶 于是主动要求成为了远征军的随军护士 之后在与刘运达的接触中 两人产生了感情 抗战结束后 大公敬子跟刘运达结了婚 还随他回到了家乡白沙镇 大公敬子改名墨园会 成了白沙镇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府 并和刘运达养育了三个儿子 三十年后的一天 中日友好协会的人找到墨园会 告诉他 他的父亲已经寻找了他三十二年 此后大公敬子回到了日本 1980年 1980年刘运达和儿子也去到日本 他们才发现大公敬子的父亲大公益雄 是日本金泽市有名的企业家 坐拥上百亿资产 尽管有一个富豪的家世 大公敬子却从没想过离开刘运达 他们在日本生活了十年 大公益雄去世后 把家产交给了外孙大力 但晚年的刘运达 又带着大公敬子 回到了白沙镇 过上了平凡的日子 明朝史上有个神人 名叫刘伯温 明见传言 他为了证明自己比诸葛亮强 居然去挖诸葛亮的墓 结果挖出五个大字 吓得他魂飞泊 惭愧不已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感兴趣的朋友 可关注探秘历史 恢复刘伯温即可观看